桃花岛历刃岛主武功排名 成因垫底 郭靖第二 防守身怀九阴九阳 尽管郭靖黄荣才是射雕英雄传的男女主角 但毋庸置疑 身为配角的射雕武爵 同样让人记忆犹新 而黄耀师身为武爵之一的东学 他狂傲不羁 我行我素 有着桃花引落飞神剑 碧海朝圣暗欲销的惊艳学招 让很多武侠迷们钦佩不已 不过 金庸的武侠小说不是玄幻修仙 这些武林高手终有寿终正寝的时候 随着黄耀师驾鹤唏嘘 桃花岛又迎来了好几任主人 纵观射调三部曲 桃花岛历任主人有哪些 他们的武功该如何排名 第五名 成英 成英原是嘉兴人 因为被露斩元牵连 年幼的成英惨遭李莫愁的追杀 机缘巧合之下 黄耀师将成英从李莫愁的魔爪中救出 眼见成英秀美端庄 天资聪颖 黄耀师收他做了官文弟子 成英后来学会了五行八卦和弹指神通 在黄耀师离世 郭靖战死之后再一次踏上了桃花岛 不过因为情迷阳过 成英一遇寡欢之下终身未驾 最后极有可能在桃花岛上 孤苦伶仃地过完了余生 第四名 郭湘 郭湘的武学天赋颇高 他在16岁的时候被金伦法王看中 原来法王见郭湘是个难得一见的武学器材 他绞尽老之让郭湘拜自己为师 好让那门尖色难懂的 无上瑜伽密城后继有人 然而郭湘这小妮子 不但没有继承法王的遗波 也没有传承到郭靖黄龙的一身武功 反而情迷神雕大侠 杨过无法自拔 还为了追寻杨过的踪影 足足浪费了24年的时间 就算是父母战死祥阳城 也依旧阻挡不了郭湘匆忙的脚步 在郭湘40岁的那一年 他突然大彻大悟 随后走上峨眉落发为你 创建了峨眉一脉 郭湘出家前曾登上了桃花岛 在连载版的《倚天屠龙记》里 秦英勇曾学到 郭湘踏上桃花岛的时候 发现桃花岛空无一人 就连黄药师的那一艘花船也不见踪影 可以遇见的是 此时的黄药师郭靖 成英纷纷离世 郭湘自然就成了桃花岛的岛主 可由于桃花岛落营缤纷 景色优美 郭湘在岛上待了几年之后 更是堵无私人 压抑的郭湘最终还是离开了桃花岛 第三名 黄药师 黄药师身为桃花岛的首人岛主 他的弹指神通和碧海朝生去 可谓是当事一绝 到了神雕时代 黄药师几近百岁 可当他和杨过在客殿大打出手之时 面对杨过威力惊人地黯然销魂掌 黄药师的弹指神通 依旧能和杨过斗个旗鼓相当 笔者认为 尽管郭湘的武学天赋很高 他也成了峨眉派的祖师 但郭湘的各项综合指数 还是略训黄药师一筹 第二名 郭靖 郭靖为何能成为桃花岛的岛主 原来郭靖和黄荣结为夫妻之后 这个傻小子 索性搬到了桃花岛居住 秦勇学道 华山论剑之后 郭靖黄荣的婚事由黄药师主持 郭靖随后在桃花岛归影 不过 黄药师性情怪僻 不许热闹 与女婿同处数月 不觉厌烦起来 留下一封书信 说要另寻清静之地贤俊 竟似飘然离岛 黄荣知道父亲脾气 虽然不舍 却无法可想 初识还到数月之内 父亲必有消息带来 哪知一别今年 银讯耀然 很明显 郭靖成了入赘女婿 而黄药师性格孤僻 终究不习惯和女儿女婿在一起生活 于是黄药师留下一封书信之后 云游四海 将桃花岛拱手让给了郭靖 否则黄药师也不会出走多年 银讯全无 郭靖练成了降龙十八掌 他还得到了全套版的九阴真金 达到了刚柔并济的至高境界 此外 郭靖的左右护博之术 以及天罡北斗阵 都能很好的辅助降龙十八掌 他的武功修位 已经超越了东穴黄药师 在射雕三部曲里 喊逢敌手 不过墙中自有墙中手 郭靖身为利刃桃花岛倒住之一 他的武功仍要弱于另一位高手 此人正是金庸钦点的最强主角 张无忌第一名 张无忌在以天屠龙纪的末尾 张无忌并没有选择自己的配偶 对于张无忌最后的归宿 金庸在后继里学到 如出现其他偶然因素 周执若可能去蒙古找他 他可能和赵敏同去波斯找小赵 可能为了明教 而不得不独自回中土办事 张无忌为何要为了明教重返中土 原来金庸的以天屠龙纪 沿用了真实的历史 张无忌退隐之后 朱元璋夺取了明教的胜利果实 他开始杀害明教的那些功臣旧将 听闻明教除了重大变故 张无忌势必再次踏上中土 可朱元璋乃真实的历史人物 他的明朝可是支撑了近三百年之久 张无忌武功再高 如何抵挡得住朱元璋的千军万马 此外 朱元璋称帝之后 对蒙古发起了数次围剿 以他斩草除根的性格来看 张无忌 赵敏若继续待在蒙古是凶多吉少 天大地大 何处才是张无忌的藏身之处 走投无路的张无忌突然猛拍大腿 他想到了黄山宇在少林寺送的包裹 原文写道 包裹里有两块黑色铁片 入手沉甸甸的与长铁相较 如果大小后果相同 这铁片既有五倍之重 只见一块铁片上 各使有七个小丝普渡山东桃花岛 另一块刻着一幅地图 道路盘旋曲折 繁复异常 沿路刻有极小的箭头指示 道路近处分叉 镜头各会有一小书本 有了桃花岛的地图 张无忌不就可以前往桃花岛避难 加上桃花岛地处偏远 岛上又布满了机关陷阱 此地的确是躲避朱元璋的最佳之地 张无忌在少年时期 就练成了全套版的九阳真经 随着他将九阴真经纳入囊中 凭借各门神功的加持 相信张无忌很快就能将九阴真经 全部融汇贯通 毫无疑问 作用九阴九阳的张无忌自然胜步了郭靖 他当之无愧成了桃花岛最强岛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